大家好,我是飛鴻,11月26日,星期五 每天沙田會跑10場賽事,今次是八草兩泥,草利用斯蘭 我禮拜三賽後就拍了知不知故後 大家想看更進碼、總結,可以按右邊的連結 謝謝大家支持 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記得按下紅鈴鈴,訂閱了他 多謝大家支持,還有點讚、分享、留言 先說跟進碼,今次會出場的跟進碼 六隻,我不算八卦,因為八卦贏了 不是想去打一打,有點難度 這次的確有少許邊線機會,但跟上場相差很遠 首先,順著嘗試說 二場曼史之光,12月24日放下,今次換盤 第三場狀人及底,今次換莫尼拉回黎地 我也是不開心的 然後第六場福島,9月26日放下,但同場選了另一隻馬 第七場拱博,今次換莫尼拉 我想這隻是最好的比配器 我覺得今次是他贏的 另一隻是第八場,競力十足,今次換了蝦欣 這隻是10月7日放下,另一隻是標之功能 第八場,10月17日放下,今次有冷味 這隻是用周盡落 總之,標之功能呢,我覺得今次沒有選給大家 但如果你那場有膽,我覺得你不妨拖這隻馬 好,接著又講今次場地 斯蘭,斯蘭上次用是12月24日 那天呢,壓地前走出3-4跌轉彎 一追的,都不虧的 當頭馬就很難帶到的 但壓地後,下半場就變了李鐵蘭 而且因為下半場有多轉頭馬,所以更加更大 但轉彎鐵蘭那些馬,都是散不完的 其實全日都是的 其實你可以當上半場公平一點 但都是因為直到偏慢一點,所以比較難放得到 第六場打完完就差很遠 今次因為轉了冬草 故事未必一樣 上星期,B蘭說 公平度有點害怕 實力行先,補足行先 公平度是 所以你可以說這賽果有時偏熱 但有時有些因蕩而熱的馬就會出現 所以第一次追的,沙田也是 我想今次情況也差不多 泥地其實就11月初和中 我覺得泥閘很差的,要追的馬 但最近上星期又倒了一些 運營,不記得混合什麼 總之有爬過兩次地 我想這次場地可能會鬆軟一點 這次泥地應該是一載 但這次我不搞泥地了 這次登了兩場 好了,開始 今次先說第一場 先說第六場 我會選擇兩隻盧富泉的馬 封面都說了 說了又難聽 說了,也是盧富泉的質身馬 我會選擇的馬 我會選擇的馬就是彩得義 講明洛富泉 為什麼這隻馬有多有趣呢 其實這隻馬在外地試襲很厲害 但可以當作做好事過來 因為他來到香港之後就傷了 所以他比較前才上陣 所以他第一場是很冷 我也抱著一個觀望的心態 誰知道他整個第三 代表這隻馬都很準備好 而且他試襲他留後 但他跑他放在前面 好像留了很多東西在手 我想看看這場 就是他唯一一場跑過的馬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條疑似強勾呢 因為我當時很喜歡做完琴帝 因為他再前一場 他全程走不利地 再步速 也頂到尾 但是呢 所以這次我打算他跟一班新馬跑 我當作是藥組的四班 我打算他吃硬 誰知道 終於是第四 而且步速不是特別快 可能第二段走快一點點 但也不是很辛苦的段速 他再前一步是更辛苦的 所以就令我 而那天是沒有不利地的內人 所以就更加令我對這場馬好奇了 所以呢 其實呢 說明先 因為呢 這場好馬基本上沒有一隻馬是再跑過的 所以呢 你說是否強組織呢 所以我說是疑似的 這位呢 就是 吹面順耳寶 裏面呢 就是錢多多 這場是頭馬 這個時候 但是呢 因為他不是說真的好順 因為他被造型強壓住 要等你造型強迫 然後呢 然後後面那堆馬呢 其實就是對眼光 這次是同樣的 包尾呢 就是中間他跑得好 來的 就是我的跟造型馬來的 就是這場馬 這個時候呢 座猿俠又放了 那這場馬 蔡德爾也突然出了二碟 頂了 就是兩碟 然後後面就勝利多多 和這個錢多多 那他們的馬 就是因為前面 座猿俠走開了 所以上來吧 但因為實力的關係呢 真的搞不掉 這個時候 蔡德爾呢 他出了 他準備挑戰賽猶合帝,我打算賽猶合帝一定能彈掉他 誰知不是,馬雖然左搖右擺,你看到這裡有零波微波 左邊右邊,但又有些人撞出去,但只能跑得好,只能衝過去 賽猶合帝被他擲掉了整個馬位 不過我覺得賽猶合帝是跑回自己的水準,其實不是差勁 但是,可能是頭三隻馬真的厲害 當然,另外兩隻錢多多和這個跑得好都沒跑過 賽德爾自己也剛剛給他復出 這場唯一一隻已經跑過的就是很後一隻袁豐泰 但也輸了,不太關事,那隻馬沒有競爭 那隻馬,那隻馬,在這裏過終點 所以,我打算一下,如果等到什麼都可以看的時候,就沒有分頭了 所以我覺得,田多多和跑得好,我自己都是留意的馬 這次賽德爾上千四,血統一定是對的,因為他的副是田肯來的 大家當年贏過經典一里賽,那隻田肯,霍利士那隻 所以,千六是肯定,但他上千四 我覺得今季四彎千四,其實還是瘋狂爆冷的 有時是災虛,有時是放的,但總之都是爆多的 這場馬,我預計,因為他十二檔,始終你也要想一想,他可以怎麼跑的 我想,福朵和歐陽之星都是快的馬來的,但我想前後 有了百多二百位,賽德爾會比他快的福朵 所以,我覺得賽德爾可以和歐陽之星一起散 我剛才也有福朵,他再出跑千四又有第二,我覺得他還不錯的 但始終他那場,雖然也不是很高,但你初跑千四,我當你尊重你 所以,我想我也是喜歡這個福朵和賽德爾的這場馬 那,那... 剛才看過最眼光,又會再同樣的 但剛才傑,賽德爾的左閃右臂,都在最眼光前面的那種點 我想他的實力一定是高過他 那,再看其他舊馬,有紅利,由莫尼拉換了波件士 那你有沒有信心呢?我自己有些保留 這隻馬也不容易期 其他很多隻馬都換人,因為這次有很多人停賽 那些配搭都有點混亂,千千得來也是 其實福朵也是換人,因為田太康也是不能停賽的 大致是這樣,我就會搏那隻賽德爾的意思 然後呢,我選了第一場的 那就是華麗活力,羅富全 這隻馬就用何達爾 為什麼呢?因為這隻馬其實三次試集都是莫尼拉的 莫尼拉走下去其實是善道光明 不過是否善道光明好些呢? 我是不是很傻 從這試集片段,我覺得華麗活力其實是很早熟的馬來的 他附近的感覺,都是手可營的種子 這個妖遠最高 但是呢,我自己覺得他用何達爾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點想重演這個夢想成本的軌跡 可以看看羅漢華麗活力 資報賣,當然是很新的 但是在香港也試過三貨集,在外地也試過集 這是第一名的 在香港就不是貨第一 在香港還沒試過第一 最近一貨是轉彎集 雖然兩貨是草地集 當然是初爬泥地 這次這一貨 我想看這一貨 其實頭兩貨,莫尼拉 蘇比王蝦王和草上飛 都是第二 但是呢,他當時也是貼到外蘭的 頭兩貨 但是10月5,10月19日 他也是貼到外蘭走的 但是到11月9日,第一次跑著玩賽 也沒有難的 我想看看這一貨 當然啦,你看這些字就不開胃了 有外閃,有乏力 但我也覺得是有點漢點的 剛才看到這場龍之馬 最重要是加州星球 騰飛塔也在 即是騰飛塔再出也行 那一起步呢 這款華麗活力 因為這組馬都很齊 華麗活力就是三檔 在加州星球 在騰飛塔中間那一隻 只有四檔 SORRY中 那一隻華麗活力 那他出來後 其實這組馬都很快 因為加州星球 不要說太快了 他現在拍得住在加州星球 頭段時間不快 不過第二段都很快 因為加州星球自己走 那他在外面 其實這剨是1050 但是這個時候 他這隻馬開始喊出去了 我又覺得 因為他沿途 還是走出跌 因為他外閃 我最想看的是前速 你看到這裏 雷拉其實都拍著 左邊 讓他不要閃得那麼厲害 拉著右手僵 但這隻馬都是一直喊出去了 轉彎不是太行 但剛才看到 他這樣轉彎的時候 都還會轉腳 因為羅庫泉教這馬 是搞得很不錯的 雖然他轉彎第一次 就搞不定 但是他都出對腳的 你看看 那隻華威威 連續火箭 對徐石 你看到這隻出腳 很直的 這隻華狐狸 在這隻出腳 我覺得是OK的 雖然這隻馬 是小顆一點的 做一些成長空間 三歲 但是我覺得 他現在選擇直路賽 比他初跑 其實是OK的 因為這次第一場 這對手其實不好 因為我看這些新的 舊馬運動 我會先看一些舊馬 還有哪隻 我覺得是有哪隻上 我覺得八卦 有個十四檔 叫勉強 但是 因為這場 都是多舊的快馬 例如海豚星 突然換了潘頓 他實現了 但我覺得 這隻馬的能力 真的很有限 這隻馬 可能有個兵 那些 所以 令到我覺得 這隻八卦 未必可以放得出來 因為海豚星都很快 反而 未升光 就不夠他們快 反而 電路7號 起步一時快一時快 這隻馬 很囂張 但我始終覺得 他都失望了很久很久 所以 舊馬 每次都彈到我的賺 沒有限量 因為我上次已經 身彩 頂得住我第三 所以 所以 我不算了 轉來直路也好 換眼爪也好 我覺得他不夠這班 即是他均速一點 他不夠這堆馬快 所以 你就跟新馬鬥了 華麗活力本身 試襲其實也有些前速 你說新馬 其實全部排他內側 華麗活力是最出的 反而 我覺得 其實試襲不是很好 其他馬都不是太特別的情況下 我會先學到華麗活力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推介第一場九號華麗活力 六場四 賽德爾 多謝大家支持 今次的影片很短 希望可以維持長度 其實我是 大家有什麼想說 可以留言 我盡量都回覆 但是 長期我都忘了 其實 盡量 多謝大家一路的支持 最緊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謝謝大家 不過說到這裡 贏多一點 再見 拜拜